我希望你们大概了解到这样一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先谈汇出的部分 然后再谈大海报 首先档案 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汇出的话 无非就是储存档案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产生 产生副档名是什么 PUB的这种档案 那档案底下 这边我们还有其他几种的汇出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PDF档 所以第一个建立PDF档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假设我们就取名加今天日期 我一样是放在第一磁碟机的 Publicio 2017-1124底下 比如说加今天日期2017-1124 好然后点选发布 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帮我把这个档案输出变成PDF档 好所以你看现在我是在那个PDF的一个环境底下 Acrobat reader来去观看我刚刚做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转成PDF档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没办法让别人去变更内容 还有一致性 其实我要特别强调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Word假设我今天我在这台做好的一个Word文件 或者是微软公司也许Publicio做好的文件 我换到别台去它的排版就跑掉了 PDF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PDF它是把整个画面储存变成图片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它已经变成图片了 因为它整个已经变成图片的方式来去做储存 所以它有不易修改的 很困难去修改的一个特性 好 那这个档案我们就先关掉 这是汇出 第一个要跟各位谈的 第二个 我可以把它做成网页 好 我想应该没问题 第三次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变更档案类型 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它存成JPG 这一定要请各位做 因为等一下我要请你们插入档案 可不可以插入JPG 可以 就是有时候我们 例如说 就是当我们今天发布出去的文件 例如说PowerPoint 你做好的简报 想不想把它发布出去 也可以把它存成JPG 好 所以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把它存成JPG 那PNG有一个很大好处 就是包含透明 那JPG它不包含透明 好 所以点选JPG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另存 这边另存新档 然后假设我今天我一样取名叫做2017-1124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存档类型是不是变成JPG 好 然后点选储存 等一下我们来去看一下 里面会这边低磁碟机的Properature 好 会变成是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请你先至少做成JPG 好不好 JPG是一定要去做的 这个档案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然后存成JPG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第一页 第一页 我去做档案汇出 然后变更档案类型 然后呢 我们去看就只有这一张图片 就只有这一张 就是第一页 可是我想你一定会希望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图片都汇出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汇出呢 好 首先 首先回到我刚刚这个Properature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汇出 汇出的话 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那这个地方是叫随身出版 什么叫随身 随身叠是不是你片面会带在身上的 随身叠 随身的 带着跑来跑去的 就是随身 随身出版里面 有一个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这个功能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 JPG的图档比较小 TIFF的档比较大 都可以拿来做相片列印 所以看你的选拨 所以看你的选择 那他在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每一页分别储存为一张 就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只是把你游标所在的那一页把它做汇出 所以如果你游标在第二页 所以如果你游标在第二页是不是可以把那一页汇出变成 JPG 可是现在是一次要做多张 所以这边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例如说我选JPG 然后储存图像集 然后接下来再 例如说你要选择在哪个资料夹 所以我就选低磁碟机是不是有这个资料夹 然后选取资料夹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去做一个图片的汇出 他会以现在这个档案 Office 2010 tip 40招 然后第一页存一张一个JPG图片 第二页第二张 好 例如说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低磁碟机的 低磁碟机的publisher 底下多了一个Office 2010 tip 40招这个资料夹 然后快速点击一下 这边有页一二三四 好 一此类推就全部都做出来了 就是这些都是图片 可以哦 所以请你们就是产生一个资料夹 因为这个资料夹我还有用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做完PowerPoint 你要去做一个publisher 他也是用这一招来去做的 来请你们现在产生 很多张图片